第一個有關網路爬蟲部分 那網路爬蟲我這邊有舉了一個 這個是第四個單元 第四個單元的這個 外幣匯率資料下載這個 打開之後的話 那各位可以看到 第一個就是我的資料就這個 把它點開來 每日外幣的這個 這個什麼 這個參考匯率 那它提供了這麼多的匯率資料 那它第一個欄位就是日期 後面的話就匯率 那點開來之後的話 你可以發現這邊有個連結 不過之前我們做法是點下去之後 再把它打開 然後再做後續的 可是今天我不要 我是直接希望用程式把我下載 那首先的話 第一個 如何用那個所謂的網路爬蟲 寫一個網路爬蟲的話 那我這邊有個範本 如下就這一段 sub到 innersub 所以第一個的話 請各位先把這個範本拿來用吧 那當然第一個 如果要問 你其實可以問TriVT 說那個 如何在Essal VBA裡面 寫那個網路爬蟲的程式 它會跟你介紹 那我簡單講一下 我自己目前的使用心得 第一個就是用Creditable OK 這個Creditable物件的話 它很簡單 它直接就可以把網路上的 那個CSV的檔案 直接下載到Essal 是最簡單的方法 而且程式碼是最少的 但是它有一些缺點 第一個 它僅只能夠做一些固定的 比如說CSV的檔案 或者說有一些格式上的設定 的一個部分 那網頁可能就沒有辦法 網頁的話還要看 有些可以有些不行 那你需要給它幾個訊息 第一個訊息的話 就是說 底下這個程式 所以你們大家看一下重點 第一個就是先把舊資料清空 然後下載的話 就是Vis 這個ActiveSuite 目前的工作表 我這個目前工作表 點Creditable的話 就利用這個Creditable物件 Add的話就新增一個connection 就連線 那這個連線的話 你必須要在這個Test後面 有沒有 Test分號後面 就是我現在游標停的位置 把網址給它 所以待會你們可能要先做幾件事 第一個 把這個範本先貼到這個模組裡面 第二個的話 再把那個網址 增加一個每日外幣行情的這個網址 有沒有 把它貼到哪裡 貼到Test分號跟雙語號中間 就是這個位置 不要貼錯 貼的時候記得前後也不要空白 OK 然後底下的話 還有一個編碼方式 那編碼方式的話 如果它顯示出來的編碼 像這個是編碼方式 是BIG5對不對 那你這個可能要記一個數字 這邊就要填950 那如果它顯示是UTF 目前我們看到就兩種 一個是BIG5 一個是UTF 如果是BIG5的話是950 那如果UTF8的話 就65001 大概就兩個數字 恐怕就要記一下 那我這個是範本 所以我先不敢 好嗎 這個第一個 我們做一下試試看 第一個的話 我先開一個 我把這個先存檔 把它關一下 我另外再開一個新檔 OK 新的活躍部 所以空白的 這個時候 我們不用直接開 我們開一個空白的 開發人員裡面找到VIO Basic 然後呢 我先把剛剛那個檔先關 關掉一下 不影響 OK 那第二個的話呢 就是在原來的 有沒有 VIO Bank打開之後的話 我們目前的空白的這個活躍部 有沒有 活躍部一嘛 就是它 這個專案下方按右鍵 插入一個模組 然後呢 再把範本貼上去 範本在哪裡 範本記得喔 是在我們的 這一個檔案的第幾頁 範本如下 所以是第二頁的地方 Sub到EndSub Ctrl-C 然後呢 把它直接Ctrl-V貼到這邊來 貼上 這樣就OK了 再來的話呢 貼上範本要改兩個地方 一個是網址 網址在哪裡呢 Test分號的後面 OK 分號的右邊 那網址的話呢 實際上就是 每日外匯行 這個地方有個什麼 資料下載網址 就把這一串文字 Ctrl-C 然後呢 Ctrl-V的話呢 就貼到 這個分號的右邊 貼上就可以了 不要貼錯 好 記得喔 前後不要有空白 如果有空白的話 發生錯誤 再來的話 因為我剛剛看到那個 叫 Test File Platform 這個指的是你的編碼方式 因為我知道 它給我的是叫什麼 B5 B5 那就是950 OK 所以以後如果你看到編碼格式 假如是B5的話 那記得喔 這邊就是給950 不是這裡 這邊的話就給950 那如果是UTF8的話呢 那就是65001 所以喔 你們可以亂亂看 如果假設亂 不過啦 如果你不知道到底哪一種編碼 反正你不是這個就是那個嘛 如果假設950 RUN的時候呢 發現是RUN 那你就把它改成65001 有時候就OK了 反正二選一就對了 好 那我們把它改成950 這個時候程式寫完之後的話呢 接下來呢 請你把它按執行 你會發現 如果沒有錯誤的話 理論上應該資料就下來了 有沒有 蠻快的有沒有 他馬上呢 就幫我把這個資料 有沒有 給會直接就download下來了 那你可以看到他這個資料 到底喔 其實這也沒做什麼吧 就是 改這兩個地方喔 一個是網址 一個是950 那同樣的方式喔 如果你假設呢 我們前面的幾個練習集 有沒有 我們像那個台北市住宅切到那個 其實也是一樣可以這樣做 你知道嗎 把網址貼上 然後編碼方式給他 或者是 iTaiwan那個也是一樣 所以以後呢 如果你要做什麼 資料下載的話 那我們其實就貼範本 拿來改 這樣應該最快 那不過呢 這個Creditable物件呢 它有一些限制 我是覺得它非常簡單 而且效率非常高 但是呢 有一些它沒辦法做到 如果沒辦法做到 你可能要用別的方式 我想這個後續我們再來談 好 所以這個做完之後的話 你可以看到資料就出來了 當然如果你現在再執行的話 因為我這個 1的下方這邊有一個敘述 叫Sales.clear 所謂的Sales指的是什麼 就是所有的儲存格 就是有點像你在 Excel的左上角這邊點一下 全選之後delete掉 有點像這樣把它delete掉 這個叫Sales.clear 然後再下載 所以如果假設你要再重新跑一次的話 那這樣就OK了 所以第一個爬蟲的部分呢 就寫完了 OK 所以我們今天的第一個任務 就是把資料爬下來 沒問題了 好 第二個什麼任務呢 我希望幫我把這邊的 從B藍到K藍 B到K 總共的話應該就十個匯率吧 這個十個匯率呢 我希望按照它的日期 去匯制它對應的什麼 對應的那個數據高高低低 重軸是數量的話 那其實會是什麼圖最合適呢 其實就是什麼 折線圖 OK 因為折線圖橫軸就是剛好日期 重軸的話就數量 不然的話你看 到底台幣對美元好了 美元對新台幣 這個基本上